说起春晚的新看点 愈发酷炫的春晚舞台 自然是一大亮点 而很多观众更加关注节目的本身 那么近几届的春晚节目当中 又有哪些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新变化呢 拍电影来唱歌呢 主持人们演小品了 唱歌又却变魔术了 跨界这件事绝不是春晚首创的 但是近年来 在春晚的舞台上 跨界的明星确实不在少数 比如著名影视演员林永健 就多次出现在春晚的小品舞台上 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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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嫂 我本来不想过境 只是想套一个笔厨 你套笔厨啊 我们家笔厨敢做好啊 我正骚会呢 好吗 一个大推轮过来呢 幸亏我躲得鸡啊 要不然我这个脸呢 可就破了线了知道吗 你敢骂吗真是 混搭成为近年来春晚导演 女士不爽的一个新发梦 2012年的春晚舞台上 王丽红和李云迪这一全新搭配 着实吸引住了观众的眼球 一位是流行天王 一位是钢琴王子 通过他们两人的合作 把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 完美地融合到一起 为我们带来一场音乐盛宴 为我们带来一场音乐盛宴 先在舌尖上的春晚 这则工艺短片中 用一双筷子 串起了有关启迪 传承 名礼 关爱 慕灵 这五个小故事 表达了中国数千年的情感 随后在网友 大蒙子和其父亲三十年合影的陪伴下 一曲时间都去哪儿了 唱红了无数人的眼眶 这一情感组合拳 无疑成为最大的亮点之一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生儿要你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 哭了笑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看看你 眼睛就换了 近年来 草坑上春晚 成为春晚的又一大看点 央视的星光大道 我要上春晚等节目 为普通人上春晚开辟的道路 从2009年的农民歌手 刘仁喜八广服务 再到2011年的西单女孩 叙日阳刚等等 这些选秀新兴 网络红人 相继登上春晚的舞台 让人真正感受到 只要你有才华 春晚就并非遥不可及 如果有一夜 如果有一夜 我老无所应 请把我留在 在那时光里 春晚的舞台 可以说是创意无极限的 但是创新之后 接种而来的 不总是喝彩和叫好 也有无情的吐槽和质疑 比如说冯小刚 指导的2014年春晚上 有一个姑娘 一转成名 那就是化身 时间使者的小彩奇 她的转动 代表着时光流转 四季轮回 这个全新的创意 可以说是画面 唯美寓意深厚 但是让一个15岁的孩子 连续旋转四个小时 导演的这一创新 引发了网友们激烈的讨论 甚至有网友评论说 小彩奇连续旋转 看着都累 想想都后怕 也有网友吐槽说 其实这场春晚的电力 都是小彩奇提供的 表示拒绝这种虐心的艺术 还有网友 直接向冯小刚发问 这安排是咋想的呢 春晚 就是春节的晚上吗 我知道是晚会 年年都看 这春晚嘛 就是面面俱到 都在这后固然 看春晚 您知道我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吗 不瞧啊 虽然2014年春晚一开场 冯小刚就在短片中自黑了一把 可仍然无法遏制网友的吐槽热情 一直旋转的小彩奇 缺乏笑点的语言类节目 和明显穿帮的魔术等等 正好给了网友发挥了空间 有些吐槽是对新创意的讨论和关注 有些则是因为春晚上的失误而引发的 近年来 边看春晚边找茬 成为许多网友的新习惯 这当中有些穿帮是真实的错误 但有一些却是因为 微波带和直播带互相切换 导致动作不一致而惹祸 你是你在眼前 想 未经许多网友的新闻